周王逼着贾氏夫人跳了楼了, 黄娘娘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是怒火告万丈。 盼一年呐, 盼到大年初一这天, 这才能够姑嫂会省一面。 那么今天娘娘以门相望等了这么长时间, 没看见贾氏夫人的影子。 她就有点放心不下。 现在听说, 贾氏夫人让达基给拉到占星楼上去了, 坏了。 娘娘马上就意识到了, 不好, 要起祸端呢, 娘娘心里就有点埋怨呢。 嫂嫂嫂嫂啊, 别人不知道,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这个达基是非常狠毒的一个人啊, 怎么能搭理她呀? 都不应该正眼看她。 这个女人呢, 奇坏无比。 她在这个宫廷里边三宫六院, 横行霸道, 为所欲为。 再加上天子的昏庸, 搭忌啊, 害得那人啊, 简直的难以胜数。 你都没法算, 她瞅谁不顺眼, 谁这命就保不住了。 反正黄娘娘知道, 那个肉林啊, 天天在那儿, 晾着肉干。 那酒池里边整天, 泡着好多公哥才女。 反正她要瞅谁一别扭, 就把你扔到那酒池里去。 哎, 这还是清的。 她一闷着好, 就得在那炉子上啊, 扫梁。 你说, 世间还有这么狠毒的人吗? 嫂子你怎么能搭理她呢? 黄娘娘急急忙忙就赶来了, 等赶到摘星楼这儿, 来迟一步。 贾夫人已经挑楼了, 她是未权皇家一门中烈啊。 夫人的人格, 绝不能受到侮辱。 夫人被达姬胁迫到摘星楼上的那一时刻, 夫人就抱定必死之心了。 哎, 是绝不能受半点侮辱。 跟着达姬上这个摘星楼, 贾氏就觉得是个奇耻大辱。 那么赵王, 又要给她敬酒, 又是这个以皇姐相称, 这简直不成体统。 所以夫人跳下了摘星楼。 黄娘娘上她楼来, 不能分说呀, 一把手就把这达姬给揪起来了, 然后摁在地上, 这顿胖揍。 打着打着嗷嗷之叫, 要知道, 黄娘娘自幼, 随副帅黄滚, 啊, 练功马席刀枪。 现在如果要讲究, 呸挂上阵的话, 也能大战她几十个回合呀。 打达姬算什么呀? 那么达姬怎么不还手呢? 她装熊啊。 哎, 要是真论武艺较量的话, 那黄娘娘不是狐狸精的对手。 根本黄娘娘打不动达姬。 达姬装出这个样子里, 是给周王看。 哎, 她一边挨打呀, 一边挨够, 挨够这个周王, 晚岁呀, 就臣妾一命吧。 啊, 臣妾, 眼看就要被黄娘娘活活打死了, 万岁救命。 哎呦, 这个达姬啊, 连哭带叫啊, 这个惨状啊, 十五人够看半个月的了。 这个妖狐啊, 是专会迷惑人心。 哎, 她猜得透人们的心里, 一般规律人们都同情弱者。 她这一央求啊, 周王有点受不了了。 周王一看, 哎呀, 算了吧, 你们别打了。 她在旁边直跺脚, 周王干着急, 她怎么不过来, 拉一拉, 劝一劝。 周王今儿也觉得呀, 有点亏心。 不管怎么说呀, 啊, 那贾夫人啊, 跳楼摔死了。 那可是兵马大元帅镇国武成王, 黄飞虎的写法之妻呀。 黄飞虎, 那可是担着周王半壁江山啊。 周王并不傻, 她不过是有点昏。 她觉得今天呢, 有点理亏。 再说, 黄娘娘和这个达姬呢, 不管是郑公也罢, 偏妃也好, 都是她的夫人呢。 不过叫法不一样, 因为周王是皇上, 那所以她这夫人就得称娘娘了。 那么娘娘与娘娘之间吵两句嘴, 看来也挺正常。 不过今天可有点超出范围来。 啊, 哪有偏妃打正宫的呀。 哎呀, 你不要打了, 住手吧。 说着, 过来, 周王就拉了黄娘娘一把。 黄娘娘正在戏头上。 她也没注意是谁过来, 哎, 来拉架。 你倒看一眼哪, 那是当今天天子啊。 黄娘娘, 现在眼睛都黑了。 她恨不得一拳把达姬活活打死, 也给江后报仇。 娘娘一边揍着这达姬啊, 一边就想起来, 这个达姬可恨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她越打越不解气, 黄娘娘抬手把宝剑摘起来, 照把达姬宰了。 这下周王可急了。 怎么, 这达姬再错, 你不能把她杀了啊。 吵也吵了, 闹也闹了。 你坐一个偏飞, 一下把郑公国母黄娘按在地上, 一顿臭臭, 还没出气啊。 算了吧, 她过来这么, 一拉黄娘娘, 让黄娘娘一下把她给扒了一边去了。 要没有那桌子挡着, 周王就坐地上。 这下周王可活了。 她脸上挂不住了, 这岂有此理啊。 寡人穿梭都穿不住你啊。 这哪儿的是啊? 这过来, 坑着一下, 把黄娘娘给抱起来, 往旁边这么一甩。 周王那个意思啊, 是把黄娘娘推在一边坐下, 然后把达姬扶起来。 哎, 那么自己呢, 给他们解释一番谁对谁错。 哎, 这个事情啊, 就算过去了。 可她这么一甩呀, 那周王多大力气啊。 她脱帘晃不住啊。 好, 再一甩, 你倒小着点劲头啊, 一下子把黄娘娘, 由那窗户给甩着摘星楼外边去了。 哭啊, 不管你是劝架也好, 拉架也罢, 你是推娘娘, 啊, 还是往旁边嗓她一把, 这也不应该把她扔到窗外头去啊。 这大家瞪着眼睛这瞅着, 明明就看黄帝把黄妃娘娘给抛下了摘星楼。 当时摔的粉身碎骨啊。 黄娘娘, 完了? 这王啊, 傻了? 怎么? 刚才跳下一个去, 现在又摔下一个去。 你说这, 这都是哪个哪儿啊? 别忘了, 这是大年初一啊。 这独丧气啊, 这个, 他本来想把妲己扶起来, 他没这个心思啊。 正王腿一软, 就坐着椅子上。 这时候妲己心里的崩堤多高兴啊。 妲己想, 好! 哎, 今天我胸中这口恶气算出来了。 我呀, 逼得, 假是夫人, 跳楼而死。 周王天子也对得起我, 把这黄妃给扔下了摘星楼。 一个是镇国武城王黄飞虎的夫人, 一个是武城王黄飞虎的妹妹。 哎, 正好两棒子, 黄飞虎那一棒子打在我腰上了, 那一棒子戳到我脸上了。 这二棒之仇, 今日得报了。 他把仇报了。 哎呀, 跟随贾夫人进宫来给黄娘娘拜年的, 那些仆妇家人全跑回去了。 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 说是夫人醉楼而亡。 娘娘摔死的事情, 这些人还不知道呢。 敢回到府来, 赶快向千岁禀报啊。 这谁能够, 啊, 这么忍心站在千岁的跟前, 说夫人跳摘星楼了。 这话说不出口啊, 是你推我, 我推你啊。 此时的武城王府, 那是非常热闹啊。 啊, 顺灯皆彩, 披红挂绿啊。 男女老少喜气洋洋, 都把崭新的衣服拿出来全换上了。 厨房里热气腾腾, 啊, 帅府厅堂是大白酒宴, 幼的人再麻麻叨叨准备, 一些爆竹烟火, 准备晚上大放一气啊。 心头换旧服嘛。 哎, 跟夫人进宫给娘娘拜年的这些位回来了。 哎呦, 一个个这形象啊, 是双眉紧锁眼睛汪汪啊。 大伙站在银安殿的垫脚下, 嘀嘀咕咕。 嘀咕什么? 谁去跟千岁说呀? 这不说也不行啊。 让二千岁黄飞彪看见了。 黄飞彪一看, 哎, 你们不是跟着夫人进宫拜年去了吗? 啊, 二千岁。 我们是去了。 回来了, 回来了, 夫人呢? 黄飞彪有点着急, 不是着急啊。 现在吧, 其他武将, 已经都推杯换盏喝上了。 那么, 人家这一家子呢? 这桌酒席还没动呢? 哎, 等夫人拜年回来, 哎, 一块啊, 好开喝。 热闹一番。 如果说, 夫人要被黄娘娘留在宫里, 那夫人肯定打人回来, 告诉一声。 那么这家里孩子大人哪, 好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现在一看, 这抬轿的仆人, 啊, 都回来了。 夫人怎么没回来啊? 是不是被娘娘给留在宫里了? 这些仆人一听啊, 再也隐瞒不了了, 也隐瞒不住了。 啊, 噗通噗通船跪下了。 一个个都哭了。 二千岁大吃了一惊啊, 你们这是怎么了? 啊, 大过年代, 你们哭什么呀? 二千岁呀, 他是有这么这么回事啊, 就把夫人坠楼的事情说了。 哎呀, 当时啊, 二千岁黄飞镖这个头啊, 那快赶上车轮大了。 他摸头就走, 怎么进的盈安殿他都不知道。 来到黄飞虎的跟前, 大哥, 大事不好了。 黄飞虎一愣啊, 怎么的? 二弟于是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呀? 出什么事了? 兄长啊! 黄飞镖一边哭着一边说, 把刚才仆人的那番话 又跟武成王学说了一遍。 哎哟! 黄飞虎坐在那儿, 与其说坐在那儿, 倒不如说木在那儿了。 浑身上下都没有知觉了。 说得夸张点, 武成王, 那雪啊, 浑身上下的血都凝固了。 这盈安殿的空气啊, 顿时间就紧张起来。 一点响声都没有。 论木下的终点说啊, 过了有十来分钟, 武成王, 这才一点一点的, 手扶虎皮大衣。 他想要站起来, 连站三次都没站起来。 十二千岁过来, 把大哥给搀扶起来。 这是三千岁黄飞豹爷来了。 就这么一瞬间, 武成王府里边上上下下, 这论号就传遍了。 当才这王府啊, 上上下下还是一派欢天喜地的。 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啊。 哎呀, 一个个是嚎啕大哭啊。 哎呀, 哭得这个惨啊。 就是铁石人, 听到这个哭声, 也得落泪。 因为黄飞虎的夫人, 假设这个人太好了。 而知书达礼, 不仅啊, 对武成王黄飞虎和两个弟弟好, 就是对每一个家将和仆妇丫鬟, 他都十分关心。 也特别爱护这些人。 从来没跟手下人, 发过一次脾气。 今天, 大年初一进宫拜年, 活活摔死了。 这大家心里头, 怎么能不难过呢? 得因为点什么呀, 摔死。 这还用问吗? 那么家人学说得很清楚啊。 夫人坐轿到宫里, 有人把轿子给拦住了, 说达基啊, 要见夫人一面。 后来达基, 就把假设夫人给拉上摘星楼去了。 说是周王啊, 给夫人亲自满过酒, 让夫人陪着周王, 要痛饮几杯。 这叫什么呀? 这叫军系陈妻呀? 败坏钢肠啊。 啊, 夫人, 这是为了维护尊严, 维护自己的人格。 维护, 黄氏一门中烈, 被周王和达基逼的, 跳楼而亡啊。 正在这时, 有人来报。 说是黄娘娘被周王天子给抛下了摘星楼。 哎哟, 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贾夫人的不幸啊, 使得这位武成王是悲痛欲绝啊。 现在一听说妹妹被皇帝给扔着摘星楼下边去了。 当时啊, 惨叫一声是气已绝身亡。 没气了, 八二千岁三千岁吓坏了。 赶快把武成王腿给盘上, 麻死前胸垂后背。 两个人啊, 一边一个不停地呼喊。 兄长醒来, 兄长醒来。 哎呀, 真万幸啊, 吴成王还心过来了。 吴成王刚缓过一口气了, 就在这时, 听佩殿, 有人大叫一声气, 杀我也踏, 把桌子踢翻了。 谁啊, 大将黄明, 感情两边佩殿, 韭菜摆好了, 啊, 几位大将领着好多偏将, 都喝上了。 黄明一听说这个消息, 当时这酒一口也喝不下去了。 一气之下, 他把桌子踢翻了。 那黄明周记龙桓吴谦四元大将啊, 是陆林好汉出身。 远在二十年前, 吴成王把他们一个个都给降服了。 他们心甘情意万的, 跟随吴成王来当差。 哎, 哥几个为这个, 还焚香叩头, 结为了金兰之后。 黄飞虎啊, 是老大, 大排行黄明是二爷, 哎, 周记龙桓吴谦, 这么排下来的。 那么, 自从当差以后, 屡立战功啊, 哥几个全都败了将啊。 耿武成王这几个兄弟, 明着那有将帅之分, 那私下里, 盛四义乃同胞啊。 今天一听说, 夫人遇害, 黄娘娘被昏军给摔死了, 可把这几元大将给气坏了。 黄明一脚把桌子踢翻了之后, 腾腾腾, 甩开虎步, 到了院子里, 他大喊这么几声啊, 干什么? 给我点齐人马, 傻笨黄成, 把这暴君啊, 碎尸万段, 捉住这个打击, 把姚妃点了天灯, 给夫人和黄娘娘报仇血痕, 说着哥几个气, 看家顶亏观家, 赵头树袋撒撒撒撒, 一声马笑, 把战马拉出来了, 班安任凳都上了马了, 立刻点起三千, 铁家军。 好家伙, 这都是玩刀枪的, 都是武将啊, 性子一个比一个暴力, 而且都长着军权啊, 那说怎么办, 那就得怎么办啊, 军令令下如山岛, 哪个敢抗令不尊啊, 脑袋不要了, 立刻把人马点齐了, 这就要杀奔武门去了。 可把黄飞火吓坏了, 武成王啊, 把两个兄弟给推到一边去, 他几步跑出了银安殿, 啊, 慢来慢来, 他左手一推武柳常然, 杨旗右手冲着黄冰周记摆了摆手, 即位先帝, 你们做得对呀, 啊, 杀也该杀, 战也该战, 不过有一样, 你们得等一等于兄我呀, 可你们去了, 不能把我扔到府里不管呢, 你可要知道, 是我的夫人, 追楼而死, 是我的妹妹, 被天子扔下了摘星楼, 这报仇的事我能不去吗? 哎, 纪元大将一听, 对呀, 得以元帅当先的, 我们紧随其后, 言之有理, 纪元将劈了啪啪, 甩张临安全都下了马了, 把兵器交给了马童, 哎, 武城王一点手, 随我来, 随我来, 乐呵呵的把这几员大将叫到银安殿前, 等他们这哥几个全站好了, 武城王往十街上这么一站, 刷把脸就沉下来, 手一丝常然, 大叫一声, 刀伏手, 哗啊, 两边刀伏手, 一起出动, 左边是五十名捆绑手, 右边是五十名大刀手啊, 那捆绑手手提绳索, 再看他大刀手手提的斩马大刀, 那个刀头跟刀瓣都一边长, 刀瓣拿花袋子把他缠了, 刀堵成一个大个的环子, 那童环上说这五十个仇子瞧如碎, 封这么一摆, 剩人呐, 武城王用手这么一指, 把几个反贼给我绑了, 踢了咔咔过来吧, 鸿鸣周记几文大将就给捆上了, 哎, 这哥几个傻了, 互相看了看, 啊大哥, 一看黄飞虎脸色不对, 这称兄道弟不是识会儿, 啊千岁, 为何将我等兄弟上榜, 呸, 黄飞虎狠狠拖了一口, 我把你们几个野性难改的东西啊, 你们要干什么呀, 你们点骑三千元马要上哪儿啊, 杀败黄城, 去捉拿天子, 要把娘娘点了天灯, 她是一派胡言, 啊, 假使夫人坠楼了, 我还没查清楚, 没问明白, 她是因为什么跳的楼, 她跳不跳楼, 于你等何干呢, 你们张口要造反, 闭口要造反, 看来你们身上都有反骨啊, 来呀, 把他们推出帅府, 一并, 斩首! 別忘我 learning 的逆像 learning, 游览帅强, 这次是首歌的战场數字 naszej扇端,